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明毅哥 我是新北市議員陳明毅 明毅哥現在所在的位置 在我們泰山銅龍國小正對面土地公廟 這條公園路經過我們幾次的改造 路幅非常的寬敞 路面也非常的平坦 但是對於接送上下課的小朋友是非常不安全 我們在前兩年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 將國小這一側完完全全的改造 讓小朋友接送很安全 上下車很安全 然後整個人行道降改 非常的平整也非常的美觀 那我常在講 先要安全才是便利 再來才是美觀 那我們希望一次到位 第二期現在我們在今年的暑假 現在大家幾乎是完工了 這個過程很多人都覺得很辛苦 但是也跟大家說真抱歉 這是必要之物 因為這個過程中一定是這個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原本這邊 人行道非常的狹隘 而且不平整 現在我們把它整個人行道做平整之外 做出了停機車的位置 機車停車彎 我統統把它改成60度的斜停 這樣子不會去占到路面的寬度 車輛停等 停車的數量又會增加 而且牽車不要90度 從路面這樣牽出來 這樣子如果你是90度從路邊牽出來的話 都會牽到馬路上面去 那用60度的話 你牽出來角度 近跟出都是相對安全 那整個人行道整理我可以帶大家來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個狀況 這個地方呢 我們未來因為 對面有 汽車的接送區 跟機車的暫停接送區 往這個山上方向沒有 要很多順向的家長 機車會在這邊回轉 讓小朋友要放那邊很危險 所以我們現在這邊的機車位非常的充足之外 這一段我們保留下來 讓家長在這邊可以讓小朋友下車 小朋友下車了以後 經過老師這個號制的管制跟指揮了以後 可以很安全的穿越馬路 走天橋是最好 不走天橋也會很安全 好讓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它整個人行道平整化 而且把水溝全部重做 沿溝全部重做了以後 這裡呢 機車在接送就會很安全 非常棒 那家長讓他在這邊下車了以後 他就可以在這裡 透過號制 透過老師的指揮 可以穿越到我們學校裡面 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我們的運動場的大門口 過去這個大門口 第一個小 第二個淺 然後在中間有很多白鐵欄杆 對於無障礙很不方便 那又想要做一些人車的管制 現在我們把它變成子母門 大片的伸縮子母門 管制車輛 小門呢 讓這個無障礙空間 讓這個 我們運動的民眾呢 可以安全很方便 那整個水路 邊溝我們都全部把它重做 那這裡來 這個地方過去沒有辦法做人行道 完全沒有人行道 我們後來透過懸背的方式 把這個地方拖出去 拖出去了以後 人行道非常的寬敞 同時呢 因為我們拖出去 要把機車的停車彎做出來 原本這裡沒有辦法停機車 沒有辦法有人行道 現在完全都有 而且從這個角度 一路做到我們籃球場 也就是說 民眾可以很安全的一路上走人行道 那打球的年輕朋友們 都有機車位置可以停 讓他們在這裡不用停在路邊 這邊非常的寬敞 可以看得到 人行道非常的寬敞 這邊呢 汽車是深度夠 我們完全就是把它做很多汽車的位置 我們現在整個坐過來 我們也把原本在這邊的 變電箱 把它移到裡面去了 讓整個人行道一樣 像我們對面一樣 全部是進空 之前對面也是我把電箱把它移到 這個圍牆裡面去 這些在規劃的過程中 我們很強勢的要求說 第一個路寬不能撿 第二個安全不能打折扣 再來就是便利 再來就是美觀 我們把一句考驗 在這個角度看起來非常清爽 視野上面 車子上上下下 對小孩子都非常安全 尤其是這邊原本沒有人行道 原本沒有人行道 我們把它整理出來了以後 排水 整個路面的排水邊溝都有重做 所以我們的天目籃球場打籃球 還是來這裡跑步運動 還是家長來接送小朋友 對面的接送區規劃得非常的好 不管是汽機車都非常的OK 這邊也是一樣 但是這邊原則上 我們不規劃汽車停車位 我們只留機車停車位 那這樣的狀況 對於這邊未來的行人的動線 尤其小孩子接送 那如果是汽車的 我要接送的話 開到裡面 那邊有一個停車場 讓它到裡面來去接送 不要在馬路上面來停等接送 所以整個規劃下來非常完整 那明依哥今天先概念性的 先讓大家知道 先來做最後收尾的階段 就像我剛剛看到有一些小問題 包括路原石 包括路原石 我也跟這個負責的單位講 我說這個路原石 要把它顏色上面做調整 因為都是白色的 都是白色的 在這個地方 那個方向過來 這邊是大角度 看得到那邊小角度 像這種路原石 我們希望它都把它做 這裡都是做成 黃黑相間 每一個路原石做成黃黑相間 這樣子 視角上面都知道 這裡是一個突出物 否則都是白色的 非常有可能 這邊出來的車子 沒有看清楚就把它壓上來 也有可能機車出來就撞到了 但是你把它做成 黃黑相間的時候 它就很清楚知道 這是一個障礙物 那這樣子這整個環境空間 就會既安全又便利又美觀 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我們會把縮時攝影 砍在我們影片裡面 讓大家知道整個工程的過程 還有一些收尾的小地方 我會繼續盯著它們 希望做到最好 跟大家做一個初步的說明 等我們全部驗收完成 全部都弄好的時候 大家可以感受到 整個工程做完了以後 隨便環境的改變 我是明一哥 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泰山區公園路 銅龍國小 泰山運動場 跟我們天目籃球場 整理的環境 幾乎已經 99%完成了 大家可以期待 最後驗收完成了以後 讓大家覺得 真的很不錯的一個情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